大家好我是愛媛神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繼續帶給大家崩壞星窮鐵道2.0版的成就攻略合集 成就踏上探探命圖 成就天空與你之間 成就看見了梯子了嗎 成就玩這遊戲所有悲傷的年輕人 成就就沒有皮皮吸了嗎 好那麼這一批的話呢是踏上 掏 鐵 命圖 我們一起打開地圖啊 帶來到黃金時刻 鐘錶小廣場這個錨點 到了錨點之後呢 看到我們這個小地圖下方 朝這個方向往前走 然後呢 左拐上樓梯 帶筆子往前走 前面有一個叫 維塔利的這麼一個NPC 我們跟他對話 然後選擇你都有什麼演出 我們這邊選擇 美夢甜筒 好我們這邊選擇 一口吃掉脆筒 好讓他吃完之後呢 來我們再調整他的心情 選擇這個歡心就可以 好我們就跟著說很美味 好就可以拿到這個踏上饕餐命圖的成就了 我們繼續下一批再見了拜拜 好這一批的話呢 是天空與你之間 好我們一起打開地圖 大家來到祝夢邊境 這個 明智虛應 好我們到這個錨點 好到這個錨點之後呢 朝這個小地圖右下角 這個方向我們上樓梯 接著往上上樓梯 到氣球這邊呢 左轉 往前走 就可以回到之前 我們和流盈這個看星星的地方 那麼在中間這一個護欄這邊啊 大家跑過來 會有一個對話選項 個流盈的秘密基地 我們在這邊按F鍵 就可以獲得這個成就了 我這邊是之前已經拿過了 這邊給大家來看一下 所以沒有給大家演示 因為之前拿過了 所以我這邊演示 他也不會跳出來成就 大家看到 天空與你之間 好那我們去下批再見 拜拜 好這一批的話是 看見那梯子了嗎 這個成就 我們一起打開地圖啊 帶來到祝夢邊境左上角 家族建設局建於錨點 然後呢 朝著我們的小地圖左邊 朝這個方向往前走 先上樓梯 然後一直往前走到護欄這邊 然後左轉下樓梯 好 我們下了樓梯之後啊 在右前方 大家看到這邊有一個梯子啊 我們跑過來 和梯子對話 就可以拿到這個成就了 我們去下一批再見 拜拜 好那麼這一批的話呢 是我愛這遊戲這個成就啊 我們需要打開地圖 帶來到黃金的時刻 甜蜜有這個錨點 到這個錨點之後呢 朝著面前這個方向往前走 我們要去玩這個美夢排排樂啊 然後這一次演示 能不能給大家抽到 來到這個美夢排排樂這邊 好我們選擇連玩五次 我們有概率啊 可以抽到一個 至尊幸運兒的黑卡 這個東西 那我們這個後續的話呢 是需要抽到這缸黑卡才可以 記得往下給大家講 不知道對此有沒有抽到 好 來讓這邊抽到的這個 至尊幸運兒的黑卡 好 又可以獲得這個我愛這遊戲 來我們一起打開地圖啊 大家來到白日夢酒店限時 這個貴賓休息區這個錨點 你底下不是還有一個門沒開嗎 對吧 好我們到了這個錨點之後啊 大家看到我們的小地圖下方 朝這個方向的先往前走上樓梯 就這邊先上樓梯 等一下上了樓梯之後呢 左轉 好前方 右手邊第一個房間門 到這邊 對話 我可以使用這個黑卡開門 開了門之後啊 進到這個房間內 好我們來前方調查一下 可以獲得一個黃金限定愛迪恩遊戲幣 可以獲得一個黃金限定愛迪恩遊戲幣 好那這邊呢再跟大家說一點啊 如果說大家是第一次進到這個特殊的房間中的話呢 在這個重蜜探奇裡面 摸往下拉 會有一個所有悲傷的年輕人啊 進入這個白日夢酒店 現實中的特殊客房 就可以獲得這一個成就的 那我們這個啊 現在的這個房間也是一個特殊客房 如果說大家是第一次進的話呢 在這邊也可以拿到這個成就 還有兩個特殊客房的話 在左邊這兩個客房 是在做我們前面分批這個大支線的時候 進去的兩個客房 大家應該是早就拿過了 如果說沒做支線 先做這個成就的話呢 會在我們這邊拿到一個成就 這是一個區別 這邊跟大家特地強調一下 好那我們繼續去 這個下一批再見 拜拜 好那這一批呢 是就沒有PP7人嗎 這個成就 我們一起打開地圖啊 大家來到這個黃金的時刻 然後左下角選擇這個一層 好 到這個沉悶商街這個錨點 到了這個錨點之後呢 大家隊伍裡面帶一個白鹿或者虎客 然後朝著小滴去右邊 我們往前走 跑下來之後呢 底下有一個這個PP7人啊 這個切諾我們跟他對話 選擇你看我像PP7人嗎 好就可以獲得這個成就了 那我們繼續下個比賽見 拜拜 記得關注再走哦 記得關注再走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